望线之位因我在 第二集 蓝愿受罚 自卫无线跳崖后 蓝旺鸡吐血昏迷 被蓝西尘带回了云深不知处 蓝旺鸡心如死灰 一直昏迷不醒 蓝启仁和蓝西尘皆是担心不已 第三日蓝旺鸡仍然眉醒 这日蓝西尘接到金氏传 众仙们要去围剿乱藏岗 邀蓝氏一起 蓝西尘去静视看了昏迷的弟弟 告诉了他这个消息 他希望这个消息能让蓝旺鸡醒过来 等了很久 蓝旺鸡仍没动静 蓝西尘带着蓝氏的弟子去了乱藏岗 蓝西尘离开后没多久 蓝旺鸡醒了 他挣扎着起身赶去了乱藏岗 此时的乱藏岗上一片狼藉 温室的众人已经全部被杀 众仙们正要进浮魔洞搜寻 蓝旺鸡感到时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他飞身站在浮魔洞洞口 剑指众人 今日 谁也不能进浮魔洞 姚氏宗主 蓝二公子 你这是何意 一陵老祖为无限跳下悬崖 我等下去什么都没找到 你不让我们进去找 是想包庇他吗 蓝旺鸡文言并不言喻 只是妄图冲进 浮魔洞的人都被打伤 蓝旺鸡也身受重伤 清光瑶 好了 既然蓝二公子不让我们进去 那我们便留这个地方吧 这几天我们都有人守在乱葬岗周围 就算那夷灵老祖为无限没死 他也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进来 如果他在 不会看着温室众人被灭的 我们走吧 清光瑶又看向蓝旺鸡 一脸性灾乐活道 蓝二公子 蓝先生好像正在赶来的路上 似乎要带你回去呢 说完 金光瑶转身离开 独留蓝旺鸡 蓝西成和蓝氏弟子 蓝旗仁带着蓝氏众长老 赶到乱葬岗时 碰到了正准备离开的众仙门 早有那唯恐不乱的人 告诉了蓝旺鸡的所作所为 蓝氏的长老意图进入浮魔洞 皆被蓝旺鸡大伤 蓝旗仁大怒 拂袖而去 见众人离开 蓝旺鸡转身进了浮魔洞 此时一身白衣早已染上灰尘和斑斑血迹 不似往日那一尘不染的模样 他盘膝坐在地上 手一挥 望鸡轻浮陷在腿上 双手附上 一曲问鸣缓缓传开 应在否 何时归 一遍又一遍 皆是无人应答 蓝旺鸡的脸上满是失望之色 而后 琴音一转 那首玄武洞中 只为魏无羡一人而做的曲子 回想在乱藏岗 声声深情 闻笛声读惆怅 人深夜未央 是与非都过往 醒来了 怎能当梦一场 琴音落 蓝旺鸡脸上满是泪痕 魏英 你在哪 魏英 嗨嗨嗨 嗨忽然一阵滴滴的咳嗽声传入耳中 蓝旺鸡大戏 四处寻找 终于 她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一个孩子 她浑身滚烫 昏迷不醒 嘴里时而传来咳嗽声 这个孩子正是之前她来怡邻时 抱着她的腿哭的小男孩阿怨 蓝旺鸡心里暗暗说道 魏英 你说阿怨是你生的 那我会好好抚养她长大的 随后 蓝旺鸡抱起昏迷的阿怨 回了云深部之处 一路遇见回云深部之处 蓝旺鸡的身体早已支撑不住 但她不能倒下 阿怨还在等着她救治 云深部之处 静时 阿怨静静地躺在床上 一时正在诊治 蓝旺鸡 她怎么样 一时 二公子 这个孩子高烧导致的昏迷 身体也严重营养不良 我给她偶点退烧的药 先把烧退下去 其他的就慢慢养着 养个一年半载的 应该就好了 蓝旺鸡 多谢 一时 二公子 我给你看看吧 你伤得很重 蓝旺鸡 不用 我没事 一时离开 蓝旺鸡坐在床边 看着阿怨 蓝西尘走了进来 旺鸡 听弟子说你抱回来一个孩子 蓝旺鸡 兄长 她是温氏的遗孤 叫阿怨 蓝西尘 温氏一辜 旺鸡 你准备怎么安排这个孩子 蓝旺鸡 兄长 我想把她养在蓝氏 上族谱 积在我的名下 作为我的嫡子 蓝西尘文言大惊 旺鸡 养在蓝氏 兄长可以答应 但上族谱 作为你的嫡子 这不妥 蓝旺鸡 兄长 卫英曾说这个孩子是她生的 现在她不在了 我理当把阿怨养大的 还请兄长成全 蓝西尘 旺鸡 你对魏公子 蓝旺鸡 陈四片刻 道 兄长 我 喜欢卫英 蓝西尘听到蓝旺鸡的话 很是震惊 她一直都知道 旺鸡对魏公子是特殊的 但却不知竟然已经到了这地步 很久很久 蓝西尘才轻轻开口 好 兄长答应你 旺鸡 给她起个名字吧 思考良久 蓝旺鸡开口 蓝愿 愿望的愿 子思追 蓝西尘 思追 为何叫思追 蓝旺鸡 思君不可追 念君何时归 说这话时 蓝旺鸡的脸上有着一丝丝气蓄 忽然 门口传来一个弟子的声音 二公子 先生让你去雅氏见他 松丰睡月门口 蓝旺鸡跪在地上 几杯不曾有一丝弯曲 蓝旗仁 旺鸡 蓝氏家归的根本 你可还记得 蓝旺鸡 旺鸡记得 不可结交谢你 蓝旗仁 那你为何包庇魏英 还打伤仙门弟子和我蓝氏长老 现在更是抱回温室余念 蓝旺鸡 敢问叔父熟正熟血熟黑熟白 蓝旗仁气急 好呀 这就是我教出来的好弟子 三十三界边 寒谈洞面壁三年 给我狠狠地打 三十三界边落下 蓝旺鸡一声不吭 蓝西尘看着这样执拗的弟弟 心疼万分 蓝旺鸡 兄长 还请你帮我暂时照顾阿苑 送我去寒谈洞吧 三年 蓝旺鸡不曾踏出寒谈洞一步 其实也是伤重难行 蓝西尘偶尔会来看望他 告诉他一些阿苑的消息 旺鸡 那孩子醒了 只是他忘记了之前的事 旺鸡 叔父同意那个孩子留在蓝氏了 等你出来 就给他上族谱 旺鸡 那孩子很是乖巧 我们很喜欢 叔父对他也很慈爱 还让他叫祖父 三年后 蓝旺鸡从寒谈洞出来了 冷泉边 蓝西尘带着蓝丝追等在那里